大家好,我是大兵 现在呢,我正在坐地铁去美国的三姆超市 广州的第一家三姆超市呢,是在黄牧的三西 从三西站的西出口出来呢,是最近的 西出口出来之后呢,能看到这边有一个美龄天地 是一个比较大的综合性商场 在旁边呢,还有瑞典的超级连锁品牌,一家家居 美龄天地的南门呢,就是三姆会员的入口 你必须交260块钱的会员费 注册成会员才能进入她的超市 对于这个会员制我还真的有点不爽 凭什么你外国的品牌进来中国 我要先成为会员才能进去呢 而且呢,一交就是一年的会员费 不知道朋友们对于这个会员制是怎么看呢 反正我表示心里有点不爽 进来之后呢,能看到电手扶梯的两边 挂了很多海报,在酸扬她的会员制 而且呀,你来到超市的门口 还有工作人员会专门检查 你要先缴费注册成会员才能进来她的超市 目前在中国,所有其他超市好像都没有这样子的吧 进来超市之后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大 空间设计的非常高大宽敞 而且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突然间感觉好像找不到东南西北一样 不过呢,它分区也是分得比较细的 我现在来的是二楼,主要是生活家居用品 菲利普的电动牙刷有200多,900多,500多的 基于价格方面呢,跟我们平时购买的也差不多吧 这一款呢,也是我之前买过来用的 价格跟我之前买的并没有相差多少 但是呢,不得不说,菲利普的电动牙刷质量真的好 这是我经常使用的日本洗面奶,无诺 价格差不多吧 还有这是支撑糖的沐浴露,也是日本的 这个片区呢,是应用而配方食品专区 看起来非常的大 高大的货架上面都堆满了商品 这边呢,是杂质机,咖啡机,还有厨具餐具等等 咱们往这边走,大概来看一下吧 3499的厨师机 厨师机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你告诉我一下 西屋破壁机999 质量看着挺好的,还有其他很多品牌 早餐食品,生果干,干菌干货专区 这里大部分东西呢,都是进口的 往这边看过来的话,主要是一些葱条饮品 也是咖啡啊,牛奶啊,果汁啊等等 这个呢,是星巴克的咖啡,咱们看一下 原价156,现在做特价,139块8 内涵10颗的咖啡豆 口感分了三种,产品是瑞士 这颗是我比较爱喝的,韩国的蜂蜜柚子茶 四斤装,超大的一罐 69块9,比我平常买的要实惠 这一期的视频呢,稍微会有点长 我就好好的带你们逛一下三亩超市了 在视频的后面呢,有很多我们平常比较少见的商品 感觉还蛮好的,大家可以耐心的看一下 为了节省购买时间,三亩超市的商品呢 都是复合型包装,或者大型包装的 这个大家有没有吃过呢? 离子漆的,柳洲螺丝粉 一整箱卖的,一共有六袋 这个我吃过,是凉工房的,羊肉泡馍 97块9,跟我之前买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片区在售的呢,有很多都是国货 几乎全部都是以整箱为单位出售的 干竹排的豆豉鲫鱼 这个是我非常爱吃的罐头 39块8,一共有三罐 平均下来的话13块多一罐 平均下来的单价比我平常买的还要贵呢 这个是国货之光啊,乌姜榨菜 应该没有朋友不吃过的吧 25块钱有十袋 平均下来的话2块半一袋 88克一袋的话,我平常1块8就可以买到了 全部都是整箱整袋出售的 我感觉这并不符合我们国人的消费习惯 再往这边看过来的话 是一些品牌衣服的销售专区 这个专区的东西呢,我感觉还是挺实惠的 而且呢,款式也多种多样 像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品牌 例如耐克啊,彪马啊,李维斯啊,等等 在这里都有销售,而且价格确实也比较便宜 吃起9块9的施凯奇同装卫衣 多种原色可以选择,咱们看一下它的原价 原价呢,是169 几乎打了5折了,价格是非常的实惠 这个好像比我们平常在实体店卖的确实要便宜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像德克斯的卫衣,价格也都非常的实惠 50多,60多就可以任挑任选了,而且款式也是非常的多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挺划算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过来看一下 质量方面呢,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还有像北面啊,匡威等一些品牌也都有 这个呢,是标码,款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往那个片区过去呢,是宠物食品和洗涤用品 商品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多 往这边过去呢,是通往一楼的 卤花花生油164块钱 5.68升家庭装的 这个价格呢,跟我们国内的超市卖的也差不多 这个呢,是刀骂压榨葵花纸油85块钱一瓶 这个呢,比我们平常买的反倒要便宜一点 往这边走呢,这边是通往一楼的 有电手扶梯,可以直接下去一楼 三母会员商店呢,是世界500强 沃尔玛西夏的高端会员制商店 1983年呢,在美国创立的有30年的历史了 在全球范围内呢,有800多家门店 而且呢,1996年在中国深圳 开设了传亚洲的第一家分店 这边呢,是卖啤酒的 啤酒呢,是整箱整桶的售卖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售卖的方式 往这边看过来呢,是洋酒的专区 这些洋酒的价格呢,也都非常的贵 这一瓶呢,是路易十三干义 小手的一瓶价格要23880 3538的人头马SO 这个是宣宁寺SO干义 分了不同的大小瓶装 而且呢,各种城市的价位都有 这个就比较精明了 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的需求 这个酒区呢,看起来非常的大 有非常多不同品牌的红酒和洋酒 还有各种品牌的香槟 我个人觉得这个酒区的东西呢,还是挺不错的 有的香槟呢,68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往这边看过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国酒茅台 蓝瓶的贵州茅台,5,299 而玫瑰金的呢,要5,380 金奖全奇茅台酒,4,590 各种价位的茅台酒都有 这个售价怎么样呢,知道的朋友们麻烦跟大家说一下 而往这边看过来的这些呢,就比较贵了 都是几万块钱一瓶的 撇开价格不说呢,这里的东西肯定是有质量保证的 这个倒可以比较放心 这个包装看起来很上档次 5升的茅台,61999 往这边看过来呢,主要是饼干,薯片等一些零食专区 零食旁边的就是冷藏食品专区 一楼的空间非常的大 不得不承认,购物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舒适 这一点呢,比我们国内的很多超市做的都要好一点 像这种分区明确 整合了大型包装的商品 确实可以节省了很多的购买时间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好像并不是很符合我们国人的消费习惯 就以我个人的消费习惯来说 我并不喜欢一期性的购买同一样的泰国东西 而美国很多人的消费习惯呢,就是一期性的大量购买 按理来说呢,一般购买的越多,价格就给的相对的优惠吧 但是呢,这里的商品价格跟我们平常所购买的价格也都没有多大的区别 能吸引我过来的呢,就是平常一些我们比较少见到的商品 可以说是出于好奇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湾仔码头的水饺 1980克,54块9 这个分量呢,应该是专供的吧 我在网上平台看到好像没有这个量装的 往这边看过来呢,就是饮料专居了 像我们平常经常喝到的可乐 这里呢,也是整合了一大捆销售的 价格方面呢,37块6,有24瓶 再往这边看过来呢,是受到比较多人欢迎的 食品专区 咱们一起往这边看一下吧 88块钱一份的碳式椰纸机 椰纸机呢,是已经配套好了 各种食材呢,都已经全部给你配好了 只要下锅煮就可以了,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88块钱的寿喜锅 也都一样,食材都已经全部给你配套好了 看起来食材的分量也都不少 这个呢,是韩国的,部队火锅 这种整合包装销售呢,看起来挺有适应力的 而且可以很大的节省了我们购买各种食材的时间 还有其他很多美食 像寿司啊 还有这边的鲜鱼 非常大的一块鲜鱼 看到我口水的流了 他们家采用的是透明式的加工厨房 这个看起来比较让人放心 卫生条件方面呢,做得非常不错 来到这边的话,是卖进口牛肉的 这些商品的同样特点呢,就是分量很大 不过呢,像我们很多老百姓 并不喜欢一次过买太多的肉 很多人都追求肉类的新鲜 这个是美国的湿冷牛排 看起来还蛮厚实的 105块钱有三片 算下来的话,31块多一片 价格也还好吧 这个是澳洲股市牛小排 纹路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427块6一斤 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各种进口牛排 喜欢吃牛肉的朋友们 自己过来看吧 这里还提供了蛋糕的预定服务 每天都是新鲜制作的 提拉米苏啊抹茶等一些其他各式的口味 价格还挺便宜的 4斤装的99块钱 那么大的榴莲千层也才128 我个人觉得价格是挺实惠的了 这个是非常多人推荐的 巧克力咖啡卷 68块钱有10块 这个就比较实惠了 马蜀面包 35块钱一共有24个呢 超大的一盒 往这边看过来呢 是自助收银区 现在国内一些较大的商场 也都提供了自助结账了 三姆呢 还提供了超大的停车厂 这边呢 是三姆餐吧 主要做一些西点和饮料的 像一些披萨啊 热狗啊 咖啡啊等等 冻银呢 6块钱一杯 可以无限免费续杯 这些出品看起来呢 有些东西的价格偏贵 但是有些东西的价格也都还好 全开放式的透明厨房 卫生方面做的挺好的 杯子超大的 我非常推荐他们家的热狗 而且呢 6块钱饮料无限畅饮 这个就很爽了 旁边呢 还提供了自助酱料区 想怎么吃 自己随意搭配 这就是他们家的超大热狗 套餐的话12块钱 朋友们觉得三姆超是怎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